各位同学,今天老师要介绍一下refer的七个用法 那老师这里有个口诀,马上跟大家分享 同学要记得refer,因为它意思很多 所以我们最好能够一口气记起来它的七个用法 然后老师把它整理为七个字 叫做规规交界谈查社 规规交界谈查社 它各是归纳、归属、成交、交出、介绍、谈论、查阅、社籍 七个意思 那我们用这七个蓝色字法串起来变成一个口诀就很好记了 跟老师念一遍,来 规规交界谈查社 开始 规规交界谈查社 归纳、归属、成交、介绍、谈论、查阅、社籍 如果真的记不起来呢 我们就用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谐音去记它 就是 大家会不会台语啊 我们说 规规交界谈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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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复习下 规纳、归属、交出、介绍、谈论、查阅、社籍 规纳、归属、成交、介绍、谈论、查阅、社籍 社籍是指涉及什么案件 老师一个解释 规纳 你把归纳为什么样的种类 归属于什么样的部分 成交 成交交出来 或介绍一般是指医院的转介 转介 你转给哪个医生 叫refer to 然后呢 谈论到了什么意思 这也是课本常用的意思 就是refer to的意思 就是regarding about的意思 再来查阅就是指查字典 查单字也可以说refer to the definition 涉及之子 涉及什么形式案件 这七个用法 再上下文 要看好才能决定 复习下 归归交界谈查社 开始 归归交界谈查社 归纳归属、成交、介绍、谈论、查阅、社籍 归归交界谈查社 归归交界谈查社 归去交出来去第一点说 这样是不是记好了 OK好 今天分享到此 2 2 3 8 1 谢谢观看